那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国内呢 在近些年来在这个采矿方面 比如说发生了一些安全方面的事故 矿工呢 比如在作业的时候 这个遇难等等 五矿有没有发生过这个比较重大的事故 在您在这个切实的维护 这个员工在安全作业的时候 采取了哪些举措呢 我们这些年应该说 做的还是比较好 我也这个话都 这个安全生产 这个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所以只要我们有生产就有安全 我们在七年来 特别是在十一五期间 我们做的比较好 包括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应该说我们的指标是横到底 横到边树到底 特别是重点的部位和重点的岗位 我们是要 一个是制度保证 一个还有一个 我们有个安全生产检查 这个检查都是专业人士相互检查 而不是说你自己检查 保证了它的客观风平性 也就是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设备 这就是一个它的环境 安全生产的环境 就是设备和它的条件 就是生产作业条件 第三个就是人 人 物 作业环境 这三个都是我们重点的检查 这样做好了实际上是我们 应该说这些年没有发生 什么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在央企里边 在十一五期间 我们被授予 安全生产机能奖牌的标证 就是有企业 刚才周总您也提到了 这个业绩考核 您能具体讲一讲吗 是不是我们这个企业 从集团的层面 对管理人员有怎样的要求 是这样 经营业绩在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你市场地位 那就看你的销售收入 第二个看你的效益 社会责任怎么体现 社会体现我们有安全生产责任状 这个是什么 在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 包括职工健康方面 这都有具体的要求 如果这个做不到 一票放决 你的这个企业就降级 所以你的这个领导 就要受惩罚 所以他是要业绩考核 来保证我们这个体系的弱势 我知道这个中央政府呢 对这个安全生产 包括节能减排等等这些呢 有很大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力度 也进行很大投入 那么从这个政府层面 对您作为一名这个央企的领导人 对您考核业绩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考虑 也有这些因素 所以是这样的 国务院国志委 对我们进行管理其中一条 就是在经营业绩上 对我们进行考核 他实际上是管了两个重要的方面 一个是战略 你做什么不做什么 管你的这个主业 管方向 第二就是业绩考核 看你对国有政策保持增值 但是这里边 有一项节能减排和安全生产 我们也知道很多 所以我们把这个指标 接了这个指标之后 我们就分解 分解到我所管的这个领域 对把它细化 把它细化 然后具体化 并且我们在 我跟你说个说 在去年 我们一年 投入了安全生产 和节能减排的这个费用 就达到4.3亿 4.3亿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把有些这个安全设备 它不到位的 不行的我们就更换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条件 不符合我们安全生产条件 我们就改造 改造 形成它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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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